大家好,我是小青 鸡腿不要再红烧或者再油炸着吃了 今天分享一道新做法 熟悉这样走来的鸡腿 家里人都非常爱吃 鲜嫩入味 好吃营养有可口 下面我就把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两个枇杷鸡腿放入盘子里面 先加入一勺面粉 然后下手把鸡腿搓洗一下 加入面粉来清洗 可以把鸡皮表面上的粘液及血水吸附出来 这样会清洗得更加干净 清洗的时候尽量的要多更换两次水 多清洗两遍 一直把鸡腿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清洗干净之后先捞出来备用 下面准备一点小料 生姜一块切成姜片 再来三颗小葱打个葱结 再加入一块陈皮 香叶再来个两三片 接着锅中加入半锅的清水 水烧开之后把鸡腿放入锅中 然后把鸡腿的两面来回的烫一下 在这里建议大家 水烧开之后放入鸡腿 鸡腿一热就会立即收缩 这样做出来的鸡腿都只劲到 好吃还不柴 接着再把料头放入锅中 再加入一勺食盐 下面盖上盖子 使用中小火焖煮20分钟 接着准备三四颗的小葱 切成小段 香菜再来个两三颗 同样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放入盘子里面 生姜一块儿 切成姜片 切好之后放入盘子里面 洋葱再来一块儿 切成洋葱丝 切好之后 一起放入盘子里面 再来一个八角 花椒再来个几粒 下面锅中加入一点食用油 油烧到微热的时候 把食材放入锅中 然后使用筷子搅动一下 把里面的香味都炸出来 在夏天可以多熬一点葱油 无论是拌面还是拌凉菜都好吃 一直熬到五分钟左右 一直把食材熬到这样微微发干的状态 就可以了 现在的香味就已经全部炸出来了 然后使用筷子把料渣全部夹出来不要 现在的鸡腿也已经煮好了 然后使用漏勺捞出来 放入冷水中过一下凉 这样做出来的肉质更筋道 鸡腿冷却之后 放入一个大碗中 然后下手把鸡腿处理一下 四成小块 这样吃起来也方便 也比较入味 朋友们 视频露制不易 感谢大家点赞支持一下 您的支持就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下面来调一下味 加入一勺葱油 半勺食盐 半勺白糖提鲜 然后使用双手抓拌一下 把里面的调料都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之后 装入盘子里面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么一道葱油鸡腿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鸡腿葱香味浓郁 好吃鲜嫩又可口 吃起来也不油腻 家里的孩子也是比较爱吃 做法也简单加长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试 感谢您的关注 点赞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